各位午安 很高兴下午 带大家来这个议程 这次参加Coste Club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有硬体有硬体 有模拟器有模拟器 这次蛮有趣的 竟然还有跟作业系统相关的 竟然還爆滿 那所以今天這個議程就是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個開發作業型的故事 那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每次都要穿西裝 就是有一天啊 我媽媽告訴我啊 她在網路上看到我的錄影 她覺得說我怎麼穿那麼隨便 所以以後呢 只要有錄影的場合 我就只好多穿西裝了 對 表示說是認真的 那是這樣的就是說 因為隔壁我們那個 那個久違的PCMAN醫生 跟大家來聊一聊他的作命開發 那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說大家有辦法的話 不管是這邊或另外一邊去做那個簡單的轉播吧 那這樣我也可以偷看一下隔壁在做什麼 好 對啊 就是其實我自己啊 也是LSD跟那個PCMANFM的開發者之一啊 我也想去聽隔壁的議程 所以我們知道用雙螢幕的這個變通方法 好 那既然提到PC面啊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在2006年的一個訪談啊 他提到說他是正常人啊 正常人能做的事啊 那基本上我現在也在做一個正常人做的事情 他開發一個小東西啊 跟大家聊一聊喔 好 那先講結論齁 這是之前的慣例嘛 我來先講一下結論齁 那我覺得這一定是正常人做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很小齁 那為了今天要做到這一次呢 我現在只好學習那個 這個叫什麼 好 忘記中文叫什麼鬼了 好 MythBuster他說的 就是說 我來做一個實驗喔 是不是可以當場一個議程喔 就幹出一個小的作業系統 小的 小的 玩具的 好 OK 好 那這是今天那個議程的那個項目喔 就是說為什麼要去開發這個東西 要跟大家聊一聊喔 然後就是說我現在找到一個途徑啊 這途徑是說我找到一個現有的一個很小的 然後但是很完整的 小而擴充性高的作業系統的核心喔 來開發另外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最後就來體驗一下齁 這叫立馬體驗齁 這個我上禮拜去上海出差的時候啊 突然在那個想要去搭池服的時候 去麥當勞上個廁所齁 然後上個廁所玩一下手機啊 那突然對面有個女生跑過來啊 就跟我搭訕說 先生可不可以等我幾分鐘說行啊 我等你一輩子都行啊 好 然後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大堆喔 然後後來我發現他一直講很多詞彙啊 就是講立馬因為他要推銷東西嘛 就立馬立馬齁 好 我就來立馬體驗一下齁 就是做一個東西出來 OK 好 為什麼要開發作業系統核心齁 那這件事呢 我從那個高雄一直做到現在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齁 就是一直做到現在齁 那可能會做到我大學畢業吧齁 好 這是一個笑話齁 謝謝 好 那我的動機其實很簡單 就是每年開發一個玩具 然後注意到是玩具齁 大概是2001年吧 那是我以前在成大資訊系的一個作業 然後我就跟老師說 欸老師我上作業系統 齊某可不可以教我作業系統當齊某專題 他說不行 好 然後因為我們有課程大鋼 照著課程大鋼走 好 那所以隔年我就走了 好 那那個後來呢 有個台大資貢的學生啊 寫信給我說 他覺得作業系統很複雜很難懂啊 好 那為了這件事怎麼辦 我只好再寫一個作業系統給他看啊 其實不用那麼難齁 所以2006年 然後2007年的話 在那個OSDC發表一個小的齁 就那時候算是第一次把它丟出來吧 一個另外一個沒有坑口的項目 就跟之前 今天要講的一層的前身很像齁 然後在2007年的Cost Cup的話 也講了一下那個 一個控制機器人的小東西齁 然後後續也開始講齁 所以你就看到從某一年開始 就某個無聊的講者齁 每年來站去這個演講桌齁 這個不好齁 好 就是來參考的議題齁 好 這一年還是比較有趣啦齁 好 二千二零一零年齁 終於呢 我又回到學校了齁 那我雖然還沒有畢業 但是回去學校 叫學生寫作業齁齁 好 這是我現在 在九月開始有一個課程 就是在教那個 潛入式系統跟作業系統設計齁齁 好 那這次之前做的 第一次在Cost Cup 2007年發表 就是控制個機器人的東西齁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當時的照片 跟投影片齁 好 到底開發作業系統合理性 有什麼意義齁齁齁 其實呢 是有啦 但是呢 就是你沒看清楚嘛 你看到不該看的東西啦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上面有寫個字 HAV就是很 有嘛 對不對 好 唸過書人都知道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其實它是有意義的 那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意義在哪邊 好 其實呢 開發作業系統核心的技能在哪裡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看很多web的 不要懷疑 搞web 搞科技服務work 它其實學習很多那種 作業系統的那些進階的技巧 然後Cache啊 或者IO的部分 都是從作業系統的角度去學習的齁 再來是虛擬化技術 這個不用講啦 非常的夯 包含我本人的話 我今年大概從台灣 台灣上海深圳 加起來的話 光講虛擬化技術 跟Hyperwise的相關 大概已經講了13場了 我已經忘記多少場了 然後再來是說 你可以發現硬體已經開始在做 那個虛擬化的指定集 在昨天一層級有探討 然後資安你又跟我們不用講 現在資安很多都是用特製的 Washim machine 特製的作業系統底層 所以其實說 它是架構在原有的作業系統 然後再用一層 一個中間層來做 好 再來一件事呢 這比較直接的 如果你想要逃離歸島 NASA需要你 所以如果你有作業系統的專才 有Compile專才 去美國就對了 那就是你有這個專才 所以巴菲特說過 這是核心投資法廟 學習核心絕對不落股 這是很好的投資 可以逃離歸島 又可以賺到錢 又可以獲得名聲 好 OK 然後切入正題 就是說我們如何去做一個 作業系統出來 不要想那麼難 我們今天完全不會有主語 只會有純西圓 純 OK 那我現在策略很簡單 就是說我在一個OS的坑頭上 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 就是挑一個成熟的麥克風 然後直接 就是避免直接接觸到硬體 然後回顧到設計 那我現在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很多設計師 我現在這年頭只要開User Experience的課呢 對啊就會非常爆滿 那像我們這種沒有念過什麼書的人 知道開個什麼 Unis Experience 也簡稱也叫UX 那沒什麼人要提 那蠻悲情的 那我就不管 我覺得我程式設計師 我設計東西也是蠻美的 我也可以叫設計師 對不對 沒有人贊同 算了 那就是說 那個 那我再做一件事 把Micro-Kernel的IPC跟RPC IPC的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跟 Remote Process Communication 所以看到這個架構是這樣 已經找一個成熟的Micro-Kernel 這個就是說你看到我的OS 就是後面那一位宅男 好 那我現在就是建構在一個 Micro-Kernel就是那一顆小球 然後那個L4 Sigma Z是什麼東西 L4 Sigma Z它就是協助Micro-Kernel 做資源管理的部分 好 先記住名字 好 那Micro-Kernel它其實有三個世代 它其實研究很久 從1970代的Unis到現在40年 有非常多作業系統研究 那最早是從那個卡利基美農的Mac開始 它就把作業系統的功能把它搬到外面去 好 那接著1990年代開始很重要 就是有一位Yohan Lideck 這個德國的研究人員 用一輩子的力量來改善Micro-Kernel 它主要就是說針對IPC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架構的部分就是在L4 Micro-Kernel 那從這個世紀開始 有一些更進階的研究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今年的其他的演講 那我預計在9月10月11月 都有這三個演講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典型的第二代 Micro-Kernel有什麼東西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在Micro-Kernel裡面 只管三件事 就是Edge Space 然後再來是那個 現程 不是啊 執行序 執行序管理跟IPC 然後再來是一些通用的識別 OK 那其他這個地方 我看到說其他都是讓User Space去管 這樣很重要 好 所以可以看到說 大概架構是這樣 有些 那個 Kernel的執行序運行在Micro-Kernel裡面 那其他運行在User Space上面 那我們要做的地方就是說 要做擴充 好 那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Micro-Kernel它有管那個Edge Space 那你可以注意到有個名詞叫Pager 有沒有看到 一下有個Pager 那一開始我有個Pager 然後這些Pager呢 在做什麼 就是它就把這個權力 控制記憶體的權力 下放到後 後續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是個地毀式的 好 聽起來很抽象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個 第一個示意圖就是說 一個示意圖 雷射不會亮 太小了 第一個圖呢 我們可以看到左上角 左上角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說 我在那個虛擬記憶體 那就把 就是程式 上面的程式 或者上面的服務 它就是對應 我們這個詞叫Mate 就是把Edge Space 做分享 然後再來是說 你一旦去要求 在這個區域外 比方說這個區域 那這個東西會發生Page Vault 那Page Vault的IPC發生之後 就是做一件事 它會做一個Grant IPC 就是說 依據我的policy 要不要去分享出來 所以這個Grant 這個詞就是 把Page 給其他Edge Space存取 然後最後呢 就變成一塊 不可分割的一塊 因為很熟悉這個詞 釣魚還是我們的 好 然後呢 再協助大家接觸 你知道我為什麼 都喜歡跟那個正妹拍照 因為每次跟正妹拍照 都會做一種設計的靈感 對啊 就是我們跟設計師學習 好 這山寨設計師 蠻悲情的 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來想一下 洞來上腦筋 所以呢 Map 這一段意思就是說 我其他段的位置 我可以分享出來 比較 就像 那個 就是 你要做 跟其他Edge Space 做那個分享 我叫Map 然後呢 你要注意到 如果說我今天 A 要存取到B 那怎麼做呢 就設定一個 設一個Map 然後就會互違是說 它是我的Pager 很合理對不對 所以你看跟正妹合照 就學習很多 人家看到Map 我看到Map OK 好 然後呢 所以這L4其實在記憶體管理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 鑑定我們後面的基礎 所以我們後面要自幹的東西 真的非常單純 今天就是50張 結果要搞定說 一個作業系統 好 然後再來是說 有個Sigma Zero 剛剛有稍微提過 它管一些基本的資源 那這個呢 這個Sigma Zero 它是最早的Pager 也就是說 一開始 不管上面有多少服務 不管這個階層 到底有多少層 不管 反正最早呢 最早這個Initial Pager 我們就叫做Sigma Zero 好 從零開始 Sigma Zero 所以你看到 我在那個 上次的HID看 看到一個合照 它上面寫 ROOT 那你就會看到 發現它其實它就是Root Task 跟Root Server 那我記得嗎對不對 看到它頭 Root Server 也叫Sigma Zero 好 那再來是說 兩個人在一起 要傳遞 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你知道一個人心意 要怎麼傳遞到另外一部分 一般來講呢 很多機制呢 只能用Copy Copy就浪費時間了 因為涉及到 系統孤膠 然後狀態改變 這個很花時間 但是在L4 MicroKernel裡面 有個特殊的機制 叫什麼 UTCB 背起來UTCB 就是說基本上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它可以 它可以資料量很小 然後小到什麼 它是用暫存器 CPU暫存器可以保存的 所以用非常快的時間 可以做傳遞 這是為什麼 L4 MicroKernel的IP效能 可以有那麼好原因 很難記對不對 好 那個正妹示意圖跟大家講一下 好 一般來講就是從Data到這邊 所以很遠嘛 我講話讓它聽得到 這很麻煩 但是如果都有心靈相親對不對 我的心意 告訴它的心靈 心意在這邊 這個東西就叫UTCB 所以就叫 高效率特別的資料傳遞 就叫UTCB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 Data Area Data Copy 好 所以L4 MicroKernel都有這些機制 然後你看就GET了對不對 所以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就想到訊息傳遞的奧義 就瞬間就想懂了 對啊 所以有空還是要去研討會 拍個照片 好 所以你有這樣的基礎之後 我們就可以野心勃勃 在這樣 MicroKernel 身邊 那這個本身呢 它也可以製作一種 廣義上的Kernel 只是說它上面可以打很多服務 不然什麼服務呢 這圖不太清楚 所以我等一下 所以剛剛為什麼不錄這個原因 因為這圖不清楚沒關係 好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你可以在自己建自己的TCPIP 你可以建自己的Device Striver 你可以建一大堆系統服務 可以建一大堆對不對 雙 然後再來是說有個東西叫做Capability 今天這IPC 這邊要通訊 它其實要有權限 你看 像我的手啊 就怪怪的放在這邊對不對 但是呢 她這個 剛剛那個妹妹啊 就是 你看 我手有沒有很乖對不對 但是呢 她剛剛這邊為了要建那個Map 她手伸過來 手伸過來 這件事是很大有學問的 因為我伸過去就要騷擾對不對 她伸過來叫做 親和力 對 所以這個東西呢 這個機制呢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決定 作業系統的角度來講 你要想像你自己是設計師 不管叫什麼名字 我堅持自己叫設計師 就是說我今天要能夠存取到權限 讓這IPC之間溝通 其實傳遞資料 這間本身都是一個IPC 然後 那這件事呢 它的權體怎麼去控制 它怎麼去描述 就是叫Capability 那簡稱叫做CAPS OK 好 所以你有這些東西了 立馬體驗了 自乾一個Micro 不是Micro kernel Micro kernel上面的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準備了 好 那有一天我在打開電視啊 就看到狼狼 然後我就獲得很多啟發 你知道 就是 狼狼本身我覺得沒有特別帥 但是呢 看看我就覺得說 它在演奏的時候 讓我有一種感覺啊 就是非常悠然而生的感動 所以 好 所以我也做一個山寨版的狼狼 那我在4月份的OSDC的時候啊 本來要想要自乾的作業系統 然後我就弄個這樣圖 叫群群嘛 狼狼對群群嘛 對不對 好 它是鋼琴師 我是那個 山寨版的設計師 好 那我就要繼續自乾 好 對啊 看起來蠻模一樣的 好 那就是說 好簡單的描述 第一個 真正能懂 好 再來就是說 它是建立在L4 Piscaccio 那基本上它有一個專案叫做L4 KL 這個計畫非常久 然後我今天要做的地方是說 我用扣把的介面 分散式處理的方式去描述一個項目 比方說檔案 好 那我就描述 像剛剛為什麼講 capability呢 這個 capability 出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用很高階的想法 就是說我今天 我兩個物件 兩個 執行單元 要怎麼溝通呢 我設定的權限 好 比方說舉例來講 那個正妹看到的人都可以去搭訕 因為是他親和力 好 那像我呢 看到女生都很容易害羞怎麼辦 所以我就要去請示 請示主辦單位 請示他的男朋友 如果允許的話 就讓我做這件事 那不行的話就乖乖站著 就是 capability 好 然後再來是說 name system把這些東西抽象化 然後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說 最近有一個大學生跟我說 他要自幹一個作業系統 我非常激動 然後他跟我說要自幹一個作業系統 我說要跑什麼 跑Ruby 好 所以在上面呢 我也Porting跟Ruby在裡面 不過這個地方還沒有完全做完 可能下個月才會做完 那我就把code都出來 OK 好 那王耀忠博士啊 他出過一句美麗的話 他說設計一個作業系統 是非常美好的事啊 千萬不要移 不要移動他 好 接著立馬來幹作業系統 好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身高問題喔 蠻討厭的 好 這是我們的系統叫MyOS 好 那我現在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 建構自己的作業系統 好 旺要寫兩次嘛 因為自己突然流行旺旺 好 我現在要表達我的強烈欲望 要撰寫作業系統 從高中幹到現在 好 那我現在做的作業系統 我們先來看那個 Sconce的那個School 那基本上 我的圖鏡很簡單 我定義好介面 包含那些檔案的介面 我寫好 然後我定義好 Kerno那些工具程序 程序的部分 然後在C的韓式庫的部分 我把它寫好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也把它寫好 那所以呢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如果你要寫一個作業系統 你只要專注在Service本身 包含那些thread管理 包含IO管理 然後再來是 你 我IO的部分 init的部分也寫好 Concel的也寫好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 開發一個小的資訊序 叫做HELLO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Service 好 所以我還有13分鐘 非常感人 好 那13分鐘的話呢 可以做什麼事呢 13分鐘 給你一個作業系統 好 然後可以說 我正面做一些事 就是說 我已經先寫好EF的Loader 那感謝那個 我們早上有個正妹的講者 幫我解釋的EF 跟那個Link的奧義 然後再來是說 我上面也寫好那個TestManager 所以我只要專心做一件事 就是我專心把那個 怎麼Service把它串起來 那你基本上 基本上就可以做一個作業系統 好 這個要開始進行之前 喝點水 我自己也蠻緊張的 好 所以我現在切到那個 全圈模式 好 那 好 就是我現在開始設計了 那基本上你就會把那個引領打開 然後開始去那個 撰寫那個就是相關那些 好 開始那些thread的 開始去寫 然後寫完之後呢 你要去做那個必要的設定 像這個就Memory Manager 你就要做一些必要的設定 然後做那個Client 然後接著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說你要去做那個Page Server Page為什麼那麼重要 是因為說他基本上在意的東西 是說 他要把那些控制權交給別人 所以你基本上要在上面建立一個 Local Thread的話 你基本上你要造了Kerno Interface 所以Kerno Interface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你要注意到它 可能注射一些那個 那個 編程的項目 然後再來是說你要注意到 剛才講那UTCP對不對 然後那個Kerno Interface的Page 那在這邊的話 你要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就是 我這邊來講的話 都要給識別 所以你看到我這邊後面 都在處理什麼 都在處理ID的部分 那處理完之後呢 你要看到一件事就是 我這個不管大量小量資料 那是UTCP的部分 我要在這個Page 就是在後面的資金序 你透過L4 MicroKerno 建起來的資金序 後面要做一些必要的那個調整 然後再來是說你那個 好 休息一下 好 這個UTCP的話 這個算法是很重要的 然後接著說你那個Size 然後 好 我現在已經建立一個 快要把一個頁補完 然後 VR是非常好用 可以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那有可能可以學一下Emax 我覺得Emax應該可以做更多酷的事情 所以你要注意到呢 就是我今天要處理對象 其實很複雜 就是說 你要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事項 就是說 它那個 那個 好 口好喘喔 好 那就是說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它會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好 不要講那個太多了 好 我們繼續前進 好 好 就是說 那個 那我現在呢 建一個Local Thread 建完之後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說我今天要去做什麼事 我今天就是要告訴你那個 那個 好 很容易緊張 開汽車休息一下 好 我現在要 接著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要去包裝這些 包裝什麼 包裝這些Direct Street的結構 包含什麼 包含那個 這些名字 是怎麼描述 我們用高階的方法去描述 好 那接著我先寫好一些 可樂必要題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寫好可樂必要題 那這些可樂必要題的那些權限 我就把它對應到什麼 一個執行路徑 好 那接著你要做一件事就是 從那個開機的時候 會啟動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 不同的那個項目對不對 然後最重要的處理就是 EdgeSpace的處理 那所以你看到我這邊來講 我先new一個那個 一個執行的環境 那如果說我完全要不到 那個EdgeSpace的話 那你可以注意到就是 好 好那就立馬給他一些錯誤 好 那你就可以到 會得到一個假的 一個空的那個 一個資訊序 那接著要從SigmaZio 注意到這件事 從SigmaZio拿到東西出來 拿到SigmaZio 可以管理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它相當於是 麥克風的代理人 麥克風的本身 還是可以很小 然後可以上面去做什麼 什麼事呢 可以做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說一開始 我先拿一個page 然後有這個page之後 我開始去註冊它的page 那個page4的handle 然後你看 496一個一個單位 接著你可以做著 繼續做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強勢的把某個程式栽起來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這邊 你只要經過美妙的link 才出生出來的EF資金檔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美妙的執行 非常有趣 沒有覺得作業系統 看到這些程式碼 就好像活著一樣 那看來有人眼睛在你前面寫程式 就覺得很棒對不對 好 好 這是我小時候夢想 就在大家前面寫程式 好 那 好 接著呢 我們要做一個東西 就是service capability 這個部分 非常的困難 這個東西困難點是說 你要把它規劃得很細緻 那我現在用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規劃 我現在用個coba介面 然後用那個就是 給大家一個evignment 那接著就說 他去查詢這個direction service 那他就看透它的那個範圍 那我這邊來講 我弄個比較簡單的全面設定 只要有的話 我可以highpass過去 然後接著我就看它的類型 當然不是說每個東西都可以highpass 你要注意到什麼事呢 你要注意到扣把上面 它有些項目是例外的部分 那我要做一些處理 所以一旦我遇到例外的狀況 我去IP去發出 注意到很多東西都圍到在IP上面 好 休息一下 好 這個會緊張 好 那接著呢 就是他去把那個資源放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小技巧 好 接著呢 這個kfbit我們就把它傳回去了 所以你看到說我們在這邊沒有做很 很細緻的管理 好 接著呢 我們開始來做完整的作業系統出來了 好 那 這個時候呢 就是 因為早上聽了那個議程啊 我覺得獲益良多 所以我就決定寫一個作業系統 用他的來命名 好 就是我們的講者非常的非常的感人 好 那為了costcover呢 好 去弄一個作業系統 好 好 就是 好 讓我再休息一下 沒有這只是 只是一個名字 不是很重要的 好 然後那個 我們開始就要做必要的初始化 那 你要注意到那個root desk 你要注意到這件事 root desk開始做 然後再來是kip Kerno Interface Page呢 在這邊重要的點是什麼 這些Page要可以串起來 然後他的那些相關的全線設定都會在裡面 然後再來是說我們現在要從真正做一個真正開機系統 所以呢 我們要把一些IoPage先規劃好 好 你們注意到這件事 我們這邊又是SigmaZero SigmaZero SigmaZero的話就是 我做一個必要設定 比如說那個Page4Handle 然後他一開始那個 如果他回復 就是一開始我給他一個預設的 就是一個無效的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要拿那個開機的那個狀況 我就拿到 拿出來 從成績必要拿出來 那boot information拿出來之後呢 你接著要去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去找他裡面的entry 因為你 我開接起來 我可能一個boot loader 那一個x86boot loader 他可能會載入另外一個boot loader 那我們會有一個簡單loader 把micro kernel載起來 micro kernel載起來之後還沒完 那可能會要做什麼設定 他要去看他的module 所以你看到說 在一個真正運作機動的系統 會包含很多東西 這東西會包含說 像那個 他比方說他會有SigmaZero 再來是我們自己的MyOS 那除了這個理由 你還有別的模組 比方說那個File System 比方說Network 比方說你的HeroWorld 這些東西全部都會存在 對不對 那接著這個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去看它的類型 那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現在只管理比較簡單的項目 就是simple executable 那其實你可以管的東西很多 好 就是想到我們自己要開發作業系統 就很緊張對不對 就一直打錯字 好 那沒關係就繼續衝 我現在一個page 好 那我現在要做那個gate page gate page的話 你會發現它前面寫法很像 就是做一些必要的設定 好 必要設定完之後呢 好 開始繼續前進 4096 byte page 好 真的太棒了 對 要繼續往前了 繼續往前的話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項目 就是說它繼續看說它有沒有其他majo 好 因為開發作業系統很緊張 對你會打錯字 好 那沒關係繼續前進 然後再來是說那個 如果失敗的話 找不到可以開機的資訊的話 那就承認失敗 然後就回去 作業系統就悲情結束了 那就跟某人 大學沒練完就離開了 不過沒關係 有一天他會回來的 好 回來的時候呢 不只要給學生作業 連老師都給他作業 真是太糟糕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要管理那個 Memory Manager了 這裡非常的精彩 層次馬出現了 非常令人感動 對不對 那就是說那個Manager出來 好 再來是說我們要做一些 開始做設定 還記得那個M-E-M-M-E-N M-M-E-M-M-A-N M-E-N-N 就是Memory Manipier 好 然後再來是說你要做這個 capability 設定 我們現在比較懶 就是用複補的 就是說它全部都可以用 再來是說我要注射那個 task manager 那我就把這些 thread 所以你看到 一起來就有很多個 thread 接著呢 非常有趣的事情要發生的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name system name system 你可以看到說 我可以設計一個非常高級的系統 它直接對應到 process那個 task manager 再來是說我的設定一開始給它全部的權限 好 記住 真實的作業系統不能這樣幹 那就是開始要載入開始的程式 好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快結束了 我知道舉牌面快要把牌子拿起來對不對 不要擔心不要緊 我一定要把它做完 就是 優勢有蹤 除了念大學以外 這件事一定要把它做完 好 然後就是說那個 第一個程式有沒有載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好 來看一下就是 有沒有把第一個程式載起來 然後我們來看到說去拿到 第一個能夠跑的類型 那注意到呢 我這個類型還是很單純的對不對 就是 它是模組的 那如果是模組的話 我就想辦法去看它裡面有哪些項目 那是把那個程式載起來 好 所以你把HoloWare啊 FileSystem啊 Divine Drive 注意到 它們都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module OK 那這個 module 裡面 它可以做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它可以跟其他的那個 Divine的溝通 還記得那個 UTCP 啊 IPC 啊 就是這 web 完美妙的東西啊 所以現在呼叫它 那所以看到說它一開始設定是這樣 它就是 Process Direct Services 那我現在找到稍後就把它清空 因為我們沒有想要做額外的處理 那就是說就是設定好 給它一個值 好 接著呢 緊張 緊張 刺激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接著呢 我們要開始來辦正經事 正經事就是 然後呢 這個表示數呢 我就可以執行了 然後 Test Manager 開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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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緊張了對不對 好 非常緊張 緊張 刺激 好 然後 基本上我們在幹嘛 就是要存檔 好 那 就是 那個 OK 那除了這個東西不夠啊 你還要做什麼事 你還寫一個 你可能寫一個 Hello World 好 立馬幹一個 Hello World 好 OK 那 Hello World 的話 來 可以講 就是 我來做一個 Hello World 好 立馬幹一個 Hello World 這個 Hello World 每年都在寫啊 就是每年寫的感觸都不同對不對 好 那這個 Hello World 版本它有用到 IPC去溝通 那我現在 Hello World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那就是說我開機的時候讓它停個四秒鐘 然後跟其他東西做一個簡單的互動 那你要注意到這個 Hello World 跟其他 Hello World 重點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它非常的有意思啊 它要跟其他部分溝通 所以我們等下開機的時候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從這個層次跑起來 好 那個舉辦妹比較緊張 一定講得完 好 那接著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要求一個輸入 OK 好 然後呢 它就是類似一個假的 Login in 好 存檔 好 接著你看到一個很酷的事情 好 不要懷疑 我從ViewCore開始 View給你看 好 去錯目了 好 抱歉 不要打我 太緊張了 好 去錯地方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其實在做什麼事呢 我們今天做這個事呢 其實就是提供一個工具 就像那你寫Web一樣可以做一個工具 所以你有很多工具啊 就是你用PHP和Ruby都很複雜 但是你今天有Ruby on Rails 你可能有什麼CI啊 什麼鬼啊 一大堆 token 你就可以寫Web 你就可以有信心的說 你是網頁設計師 那今天如果你可以開發工具呢 開發作業系統工具 如果你有的話像這樣 你也可以告訴人家 你也是可以開發作業系統 好 然後 再來是說我們要做一件事 我們來看一下大概做什麼 然後就是這件事就是要去把那些Service宰起來 然後把那個地方寫進那個Floppy 所以我再把它寫進去 好 就是開始寫 寫完之後呢 我要去執行它 我們今天只有做一件事就執行它 好 那就執行它 好 那執行的話呢 好 那我這邊其實寫了很多項目啦 就是那個 好 你會注意到 你看 Microchrono已經宰起來了 然後我還記得停4秒鐘嘛 你可以底下注意到這個底層 它是Airphone Microchrono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 我那個程式想去 Oh where come 對不對 然後最酷的地方是說 這個Toolkit可以幹什麼事呢 它有統計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 Locator的狀況 然後呢 你還可以做什麼事呢 做非常多事情 你可以看到說架構的狀況 好 不知道就看它有可能 所以你看到旅行史都看得到 非常的酷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 它有時間講結論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件事 所以基本上呢 好 就是每天啊 不是每天啊 就是常常有空就寫一下簡單的東西 然後從裡面做體會 人家看到Mate 我看到Mate 我在想這個作業系統設計 非常有意思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種簡單的事 多做就會變成有趣 好 然後 然後 這邊是一個暢口資料 我稍微把這個簡報丟出來 然後 我最近啊 就是搬到台南去生活 那我也是在寫作業系統 那 系統相關的軟體都可以做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那我們不只要作業系統 可能一些底層的一些系統 然後可能也要HTML5 就是一些稿件的部分 那歡迎來聯絡我 好 所以舉拍妹不要緊張 剛好講完了 好 謝謝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可能就先開放一個問題 那就是大家有沒有 太好了 有沒有什麼 有有有有 好 有什麼有問題的嗎 來 請講 很好奇 你那個Build Server用的那個Spec Spec是什麼 就是怎麼編得這麼快 我也想拜一台 蛤 是吧 就是那個Build Server 我想很好奇它是什麼硬體 因為我看到Build很快 我也想拜一台 這個 這個我下個 下個禮拜就要丟掉的東西 這是那個 那個那個 聯想都不會想的事情 聯想都不會想的那家廠商 它出了那個X220 它X200 X200 對啊 非常的慢 我記得沒有連到那個 那一台設備就是在這邊 Build那麼快 是因為Toolkit簡單 但是簡單做到該做的事 就是 就是好的設計 對 好 那這個稍後 尺碼也看得到 你可以看一下 好 謝謝大家 那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投影機 還要重新設定啊 然後 所以就是看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就是可以繼續問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投影螢幕 要換成一個這樣子 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然後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想要請教的 我想問一下就是 對不起 剛剛那個Kernel啊 就是一些 一些Handler Exception Handler 就是必須在Linux裡面 通常會用組合語言寫的 Entry on V.S 或者是 Interrop Handle的那個地方 通常用組合語言寫嘛 可是剛剛那個是純C啊 所以 它是include什麼Library嗎 還是 是 主要就是做包裝嘛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on X86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 歸納出一樣的事 然後L4 Micro-Kernel的 research 已經把這個包裝起來了 所以有興趣的話 尤其你可以看第三代的 Micro-Kernel 像 OK OKLabs他們出的那些實驗 或者說 像 NOVA NOVA 就是在 Intel VT的架構上 建的那個 L4 Micro-Kernel的 磁線 它其實把這個動作包裝起來 其實很容易可以移植到其他平台 它就是一個很高階的描述 你甚至像我剛才就舉個例子 我剛才用了扣把 你甚至可以用一個高階的方式 比較像扣把 把它做一個 呃 扣券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描述一個介面 好 就算是Intel VT的Controller 也可以做這種事情 只是說你怎麼去包裝而已 謝謝 還有 對不起 就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那個 就是你剛剛講到 L4 Micro-Kernel在IPC部分有做比較好 因為我知道MAR在IPC部分 其實做不太好了 然後你提到用Register做 可是像 ARM或POWPT 它Register非常多 但是像X86它的 X86它的Register比較少 是不是在X86上 Performance會不會比較差 這個問題的項目是說 你怎麼去定義好跟壞 因為基本上在Mac開發的時候 卡內機的Mac開發的時候 它的硬體資源是非常的 呃 它的硬體的設想是非常單純的 它可能就只有看X86 那在L4 最早L4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它會考慮到很多架構 那我們現在看新的 比方說像 IA64跟那個UN的新的版本 其他挑戰難的地方是說 我怎麼做要有效率 所以你不能全部的 你就是都存起來 你只能存都不能 好 那我等一下找你討論好了 好 好 那我們再一次謝謝Jaysef Thank you Jaysef 謝謝Jaysef 謝謝Gaysef